如果两个人 一个人对一个人有爱意 他想通过很多的行为 来表达这种爱意 但对方没有接收 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 对啊 比如说小的时候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 他都不被打动呢 小的时候 所有男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男女生都有这个经历 这个女生就发现 这个男生老是欺负他 一会儿弄他辫子 又剪他头发 一会儿又把他辫子 绑在那个椅子上 一会儿他坐下来 把他凳子踢开 对吧 他就很生气 这个小女生呢 回去告妈妈 但其实呢 这个小男生其实在爱他 有爱情 但这个爱情呢 没有 他的编码没有在里面 对小男生 这是我的爱的表达 虽然他不明白 他可能只是个捉弄 但是为什么 你不能捉弄别人呢 你为什么要捉弄他呢 你为什么不捉弄一个 长得丑的女孩子 你要捉弄一个 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呢 是因为你爱她 但是可怕的是 他没有接受到 他不知道说 他们两个人 其实都没有很明确的这个马 对 这个东西就 神就散的 当他们马骑的时候 是吧 我一踢你凳子 你就知道 哦 原来你爱我 心理神会 对 心理神会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的 从物质到精神 到能量的过程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 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 是讲的是 概念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灵这个词 灵这个词呢 是个概念 是被印度人创造出来的 好了 中国人怎么去创造呢 中国人没有用数字化 这样去思考 或者另外一些人 他没有用数字化 他用文字来思考 我认为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词叫中 中就是什么呢 就是左边和右边 上边和下面 南边和北边 里面和外面 都不存在的 都不是 既不是南又不是北 咱们叫中 是吧 既不是里又不是外 就叫中 对吧 这叫中 很多人就中国人就很骑墙 什么 那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 或者中庸知道 就认为这个人霍西尼 其实他是不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之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人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有真正懂中国概念的人 当我们打麻将 摸起来一张红钟的时候 是吧 你应该随时想到什么 想到的是 胡了 我应该想到的是 我处在了一种不偏不倚的状况 我不会被某些东西所障碍住 我不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对 或者是不对 那么我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是属于比较空灵的 我是比较幸福的 所以中是什么 中就是不起波澜的一种状态 我们讲中国文化太美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前国学堂讲过 但是我觉得说 今天在重复习的时候 我们打穿来看 你会发现说 不同的老师都在讲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国学堂曾经采访过一个人 叫立强 立强老师就讲到曾国藩 他就说曾国藩的养生的秘诀在哪里 他说曾国藩每日静坐四刻 体验来复制人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曾国藩发现了 每天我们一动我们就偏了 比如说我一台左手 我的身体就偏向左边 我一台右手我就偏向右边 我想法一想前走 我的观念就往前了 我的意识就往前倾了 对吧 这个我们一起心动念 我们一有行动呢 我们就会偏 那么静坐是干什么 静坐就是让自己保持 左边和右边平衡 前面和后面平衡 平衡了之后呢 心沉下来 然后呢 连念头都没有偏移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保持着叫手中 守护的手 中间的中 叫手中无寝 寝是寝斜的寝 手中无寝 当你静坐 手中无寝的时候 守住中间状态无寝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 你就沉下来了 你既不向左边 也不向右边 你连灵魂深处都不向 没有左右的时候 这状态应该挺难拿捏的 挺难拿捏的 但是它就刚刚是那个状态 然后呢 他说 每日静坐四刻 体验来复之人心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当你足够安静 足够就这么定的的时候 你不去想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有一个 微微微微的火苗 从你的身体 慢慢长出来 你会发现说呢 就微微微微的这种 那个阳气会生腾起来 嗯 哦